巨蟹座的朋友们,即是包括我本人,恭喜了!即是恭喜我自己! 为什么呢?因为在农历三月,你们的工作事业上 工作事业上,会有好好给你声明远播的机会 尤其如果第一,你是自顾人质,或者第二,你是做教育的 或者第三,你是吃其他开口饭的人,或者第四,你是从事商贸交易的 也会有一些不错的机会,不过正所谓有机就有危 我们不是说有危就有机吗? 是一样,有机有危有危有危有机 这些机会,可能会牵涉到一些钱质上的大决定 或者是你要跟别人达成合作、协议去签合约 去到这些时候,就千万要謹慎 首先,不过謹慎还是謹慎 你又不要想得太久 因为你不单只牵涉到对方会有些生厌 其实你也是在牵涉自己 你不断在头分脑脑,想不定的时候 其实都会影响你那个work performance 但是,你又记住,不要马上去做这个决定 不要马上去跟别人说yes 因为真的不要小看这个决定 它可以有很多很大的后遗症 它后面那个consequence 是可以很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合作 可能其实它有少许的不道德 或者你那个合作对象 其实它会做一些走法律那的事情 或者你达成今次的这个协议 但是就会令到你去毁了其他的样 或者总之有些不是那么见得光 不是那么轻香 或者甚至是有一些争议性的事情 其实你真的要想清想错 但是又说多次又不可以想太久 先好好去决定你怎么去走你这步棋 因为有时看下 这件事的利益 眼前可以得到的那个助数 好像很大 但是原来它隐藏的成本都很大 所以真的要万分小心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很害怕 那怎么办呢? 究竟怎么去做决定呢? 就在这买个广告 当然是可以找我去做一个personalized的reading 无论是service A 塔罗占卜 还是service boy 的占星起挂 也可以去帮你去走一个最正确的棋 OK 有时真的这些东西 一塞足成千古痕 最近的例子可以看下陈奕迅 我觉得他的经理人公司真的笨齿到飞气 因为竟然和小粉红和那些愤青 不是愤青 是愤青 一起去电 有时这些东西你这么容易被情绪冲分头脑 你现在真的要做什么? 后患无供 首先要去赔天价的违约金 然后真是追悔莫及 因为说真的 大陆那些人他们有邮导吗? 我真的不觉得 但是他们会很快将这些事情淡忘 但是陈奕迅那个公司 跟这些人一疯的话 你剪掉eddy 但是你这么久以来那个良好的关系 以后收了一些代言人费 这样就付出东楼 所以我希望巨蟹座 在这个农历生涯去做这些决定之前 真的要找一些专业的意见 例如找我去行一个最正确的棋 另外最后 巨蟹座的朋友 尤其是巨蟹男 都会就着一些女性的问题 你会成为一些两难的问题 你会被前扰 记住一些女性的两难问题 例如什么呢? 例如我当你很幸运 究竟选了陈小姐 还是张小姐做你女朋友 这是一个两难局面 然后你的对象是女性 或者婆式关系 你妈妈跟你老婆 细成水火 你变成一个中间人 做磨心 但是不一定是说 永远都是女人 可以是一些女性的事物 打个比喻 你现在要去见工 一个公司就卖空蟹 一个公司就卖卫生巾 那你去哪间公司做呢? 你知道空蟹和卫生巾 都是一些很女性的事物 可能会受着这些问题 有一些两难的抉择 但是其实巨蟹女自己 也都有机会 我又打个比喻 例如你有两个好规秘 他们吵架 黄小姐和林小姐 究竟你帮谁呢? 你又是做了一个 中间人磨心 两难局面都不知道 帮谁好 就着这些问题 又是要很小心 因为他后面隐藏那个 之后的 后围 那个余波 是可以很厉害的 所以 这个龙翼三月 不要被一些 眼前的利益 或者一些眼前你以为可以很简单 解决得到的事 去胡乱作决定 如果不是 真是 有机 原来都是有危的 最后提醒大家 以后的新闻post 无论在哪个平台 Facebook, IG, ME, YouTube 记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没有财弹 说真的 我塔尖与林星运 都算是在元学界里面比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过 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师的一己之力 去讲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时候 我讲宇宙大事 我也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据别人的那些盘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虽然坊间 都真的有占占师 是会跟星象 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它们是根据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强调星象是有自己运行轨式 我们不应该被人为的力发去影响 所以我才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时间会做十五闻月 但是今天开始 我就决定了 为了令我的这个星运更加之特别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给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说 在我搞星运那些影片之后 provided我有时间 我就会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人和那个恒星 但是又要记住 其实因为恒星的角度 是触得很紧的 它就未必每一个月 就会对每一个星座造成影响 所以有还是没有 就会留待 翻译文字的description 给大家去发挂